我們是台大圖母研究所 然後那時候我們都是索儀 但是他晚我一個學期進去 因為他先去擋兵 剛進去的時候就知道好像 聽同學說有一個功課很好的學霸進來 其實我蠻緊張的 因為大家畢竟已經相處一學期了 大家都已經有基本的認識 我等於是一個陌生人 很像轉學生的感覺 我記得那時候就是去KTV 然後就突然就是KTV到了一首歌 周杰倫的屋頂 然後我就想說好那我要唱這首歌 然後通常很少聽到那種 唱歌真的很好聽的人 然後結果他一唱 然後我想說這是誰唱的 然後馬上就轉過去發現是他唱的 所以就是其實同學都說 我們定情曲應該就沒什麼吧 可是我問的是第一印象對不對 這是第一次見到的嗎 我不知道 我對你第一印象就是 我之前都沒有印象 最特別的就是我在求婚的籌備第一天就被他發現了 因為我原本想要請那個朋友幫我用其吉他錄一首歌 然後我想說寫一首歌換給阿廷 他原本有時候無聊會看我的手 但是我那天不是要看阿公 我們是要上網訂一個東西 然後我就拿他的手機起來要訂 然後那個學長就回他說恭喜啊 是不是 那我就是有把握就是 我影片應該可以剪得很好 然後那個氣氛弄得很好 戒指跳得很好 可以讓他感動 但最後他還是沒有哭 是我哭 你哭了 我跟他說他被他自己的那個感動到 看到他跪在地上的時候 我覺得其實蠻想笑的 很謝謝你 就是陪我這五年半 雖然我就是很常念你啊 但其實你都有好好把自己該做的事情做好 然後也通常都可以做得很好這樣 在你身上我會看到很多就是我沒有成 然後我其實也要向你學習這樣 然後我也會學著不要那麼碎碎念 有事情你就會好好的把它講出來 然後希望未來我們都可以就是很幸福 然後組成一個很美好的家庭這樣 其實你對我來說真的是一個蠻重要的出現 除了像情人以外 但也很像貴人 朋友 家人 就是認識你之後 讓我慢慢體會到 如何認識自己 還有做自己 家是一個歸宿 是一個心靈可以寄託的地方 有愛的地方才叫家 那你是我最愛的人 所以我幻想未來的家 就是你是一定要有的存在 那我愛你 這樣子 你好嗎 謝謝 謝謝 我 passion 謝謝 謝謝 你 謝謝 謝謝 感谢观看